MING PAGE 飽滿的麵糰放進油鍋裡炸 持續翻面 每幾分鐘 甜甜圈呈現焦糖色澤 相當漂亮 接著把熬煮好的 萬丹紅豆當餡料 上頭淋上北海道煉乳 就是紅豆煉乳口味 還有用馬鈴薯 紅蘿蔔 蛋微餡料的蛋沙拉 以及厚蛋花生口味 都是店内的人气商品 现点现做 本身红豆你是用万丹的红豆 然后我们自己熬的时候 我们田路都有酱滴 然后这个是花生厚蛋火腿 然后花生酱是 花生酱是我们基隆在地老店 自己现磨的花生酱 然后这个是蛋沙拉 就是基本的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柜台前陆续摆放新鲜制作好的甜甜圈 还来不及补货 客人就来点餐 老板忙着擀面团 制作甜甜圈 面粉选用日本昭和面粉 加上发酵奶油及芥芥花油制作 让面粉口感与台式甜甜圈大大不同 口感松软中又带点嚼劲 是用日本的面粉 对 它的添加物比较少 跟台湾的比起来 它添加物比较少 你看成分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添加物可能 它就只有小麦粉 它们去调配 就是每一种小麦 它们去调配它们的蛋白质 跟灰粉这些 但是台湾的话 它还有添加很多 什么很多酵素什么的 桌窗内摆放的甜甜圈 多达十种 不管是甜的 咸的 都可以满足 陶客的味蕾 像是肉松炼乳口味的甜甜圈 背来到炼乳与发酵奶油 铺上既用知名的肉松 光是用看的就很疗愈 在传统那一种 但是它又比传统的更有嚼劲 然后我是吃冷的面包 对不是吃热的 因为我原物料用比较好嘛 对所以如果你吃热的 它就不会有味道 但它小麦的香气 那你用贵的东西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都建议客人吃冷的面包 甜甜圈专卖店 只是小小店面 日式简约的风格 带一点文青风 老板说甜甜圈要吃冷的 所以早上八点就开始营业 说现在口味 老板还打算研发不同风味的内馅 又用自己的创意甜点 增幅老饕的味蕾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